哈囉大家好我是維麗安 歡迎收聽維麗安跟你聊聊天 今天請到的是演藝哥 演藝哥終於來了 嗨大家好我是演藝哥 演藝我們今天聊了什麼 我們今天聊好多 吃的 吃的 聊個性 好像是 今天好像專輯沒有聊什麼 喔沒有我們今天沒幫我來宣傳的 喔真的嗎 今天是可以聊聊天 OK 真的是閒聊 以及人的改變 然後發現其實我們蠻多共同點的 你說intro 我覺得最驚訝的就是 你也是一個內向性格的人 這件事情 無敵內向 對然後好像我們也 有經歷某些類似的人生的階段 然後 然後也意識到一些東西 好像我們現在在 About the same place 就是Let everything happen 的那種感覺 對啊今天蠻開心 希望大家收聽愉快 Yeah 感謝 謝謝 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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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禮拜聽說明天會有 看過 根本明天會輸太大 我是坐哪裡 Here 請坐 好 請坐 請坐 就隨意 隨意 Gamshally 怎樣 你最近在忙什麼 我也不知道 最近在忙什麼 最近在忙什麼 宣傳的衛生 還有在宣傳嗎 還有 那快快結束了 OK 我不是很想要脫外套 不用脫啊 不用脫啊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對 我是有開空調啦 因為我覺得開空調 比外面暖 很誇張 我最近在打混 我最近一直在吃喝玩樂 我最近一直在吃喝玩樂 我有點像 你剛休息了啊 你之前玩演唱會 對啊 我大概演唱會完之後就是 我到現在還沒有量體重 應該有胖個一兩公斤吧 我覺得 沒關係 過年都在吃喝 因為過年還是會胖 過年喔 不是應該要替過年做一些準備嗎 開空帶子喔 開空帶子喔 我的老天 你過年是回台中 對 過年回老家 那你貓咪都怎麼辦 貓咪 但是回老家 我大概初二 我今年初三就有工作了 所以很快又會回 跟我差不多如果初三那個 沒有取消的話 你也是嗎 對 可是 今年取消很多 我都不管看我通話錶 我的尾牙一個一個被拉掉 我大家都是啊 我也是啊 所以一月突然間變得 蠻有時間 可以來 對啊 好吧 那就繼續做做新的東西 做新增的東西 你咧 你宣傳期的時候 你會 你會有什麼 Petball保持精神 或者是 Keep Fit 或什麼的嗎 就是硬斤 硬斤 對 欸我們現在是開始了是不是 OK 謝謝 我們就是一個 一個鮮料 好啊 嗯哼 那你們要不要做一下 沒有啊你們也可以做啊 你們可以加入啊 你那麼喜歡 他很愛畫歪音 可以啊 可以盡量椅子都在這邊 可以隨意 隨意 我其實 我其實反而是宣傳期 以外我比較健康 喔 因為我就是有時間 OK我今天要去運動 運動完要去幹嘛幹嘛幹嘛 可是 就是為了省預算嘛 就是你裝髮完 你當然是一天可以塞 越多越好 對啊 所以變成可能 八點開始裝髮 我沒有辦法早期 我完全爬不起來 那你裝髮完 一整天 可能到個九十點 我就想說 OK 我很想要睡覺 絕對的 所以變成我就是 那個宣傳期中間 我會吃的比較健康 喔我也是 high five 我今天啊 我在UberEats上面 所有的健康便當 我應該都吃過 我現在有兩名 是我的第一名 喔 對 可以推薦給你 喔真的喔 可是你應該都已經吃過 你是吃第一碳的嗎 我第一 也沒有沒有 反正就是看有健康就好 就原型食物的這種 對 精神會比較好 對而且 宣傳期的時候 都是通告與通告之間 快速吃 比較沒有時間 亂吃 沒有錯 沒有錯 那要有零食的話 就會忍不住 我會通告 一整天通告結束回家 有時候就是一種 compensation Yeah I feel you 我想要吃一個什麼很不健康 或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類似這種的 我最近就是覺得宣傳期快到尾聲了 就可以開始想下面的東西 因為其實 其實這張專輯做很快 我們從三月發完之後 發了四首歌 然後後面六首歌 我們是用大概兩個半月 就把全部寫 寫路編 everything 所以就是有一點點緊張 極速欸 我在想我去年第一次碰到你的時候 確實才剛發 就是EP嘛 對其他的歌 就那幾首歌 然後後面那個是 迅速伸出來 對對對對對 很迅速 你跟XX一樣 XX也是 你們那個速度超快 可是他 我看每次他都那種 凌晨五六點在PO文 他也是 你算是健康的嗎 我算 早睡早起醒了 沒辦法 宣傳期我也是硬斤的樣子 你也是這樣 但你是一個很有routine的人嗎 就是你每天起床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走 好像也沒有欸 可是就是 算習慣吧 就是先snoose個半小時 就是我假設我今天 11點要起來準備 我就會設了10點10分的鬧鐘 然後開始一直snoose到要起床為止 一直滾滾滾滾到可能10點40分 OK好 我就可以起來準備 那OK 但你這樣應該有睡到比如說七八個小時 那種之類的 有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 睡眠品質不好 喔 啊對你之前好像有講 對就是明明 對明明有睡到八個小時 可是起來還是 喔 就是you know 一團 怎麼講 一團很cloudy 的感覺 茫茫的感覺 對啊 你有知道為什麼嗎 比如說你很容易被聲音吵醒 或是什麼 我覺得是我不會放空 嗯 腦袋停不下來 腦袋停不下來 我一直在想工作 但是很可怕 然後 我現在已經好很多 我之前有一陣子是要靠聽 我沒有興趣的東西 像一些Ted Talk我會很有興趣 我就會一直聽下去 可是有些我覺得這可能 跟我比較沒有關係 像可能Bio Medical Engineering 那種東西 我想說OK我好像不是非常的感興趣 然後我可能凌晨要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播著它 我可能會聽個閒10分鐘 可是後面我就慢慢跳走 我就可以睡著 可是我就是得要靠一個 我比較沒有 不會想要一直聽下去的東西 去分散我記憶力 如果沒有東西 我就一直想 我明天工作後天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會停不下來 所以你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從小就是這樣子嗎 沒有耶 開始工作以後 工作以後 而且 因為我工作 我是一個 我之前有沒有跟你分享過 我去旅遊 大家應該都很喜歡找我去旅遊 因為我就是零隊 因為規劃出來 對然後我的規劃 不是那種 我們今天去這幾個景點 我是我們12點46分 在B3月台走兩分鐘 然後12點幾分幾分 在哪一站車 然後再花7分鐘走到這個公車站 我是everything寫在一個XL 哇塞 然後我甚至之前減肥的時候 我會要去每一個景點的餐廳前 我就先google它的menu 我要make sure那個menu有一個 沒有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是我可以吃的 所以你現在就是吃低碳那樣子 我現在還好 我是小時候 我就很極端 就是這個餐廳沒有我可以吃的東西 然後我就不去這樣 Woo Yeah 我之前超gain的 然後 你說你說 沒有啊 就是後來是進到這一行 發現我不能這樣 喔 所以你是工作前就這樣子了 對 我是小時候一路這樣 然後 我剛進公司的時候 因為我是個不能一心二用的人 就是只能 OK我後天要唱這首歌 我就是這三天都要練這首歌 要把它練好 然後進這一行發現 喔沒有喔 你就是要同時做很多件事 對 可是我這樣子沒有辦法好好練它 沒錯 我一開始會有點小生氣 你說哥你拍那麼多東西 因為比如說我要準備演唱會 然後同時在那個時候好像做專輯宣傳 然後覺得說我哪有時間 同時準備這些東西 但後來才發現說 嗯這就是正常 請你想辦法 沒有別的辦法 就是可能你覺得花3D 你就可以表現到98分 可是你現在那98分的時間被分散掉 然後你實際表演可能90分而已 我那時候就有點 對阿你這樣有辦法接受嗎 沒有辦法 一開始沒辦法 現在可以怎樣 我現在好很多了 可是之前我就會覺得說 我明明可以更好的 可是因為我的時間被剝奪了 而導致我的表現沒有那麼好 我就會很sad 嗯我懂我懂 然後是經歷了一段 才開始慢慢習慣 就是要同時做很多件事情 嗯嗯 妥協 可能就是每一件事情 你沒有辦法做到 每一個都98分 那每一件都做到90分 就是這樣 就是可以接受那樣子 那你覺得你是一個 聽起來你是一個很 很會想要去規劃 everything 的人 Until 大概兩年前吧 喔 這麼說 我就放下了很多 有一個契機嗎 還是你碰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有欸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 就覺得我已經 使盡全身的力量 但努力 但是好像一直卡著 工作上嗎 everything 人生也是 2018 2017 差不多 發完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我也差不多 我懂 你那時候是什麼 就是一樣也是 我覺得是工作上啦 就是我懂你的感覺 就是很努力很努力 我形容是說 我很像很努力 一直在 在出拳 在boxing 在打拳擊那樣子 但是一直在揮空拳 就很努力的這樣揮 然後這 呃 好像什麼都打不到 就是 一個 對呀 一個 frustration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樣的感覺 我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我現在往回想 我覺得或許說 那時候太貪心 然後我可能那時候很急 因為我是模樣作 我很急 我就覺得 我努力了這麼久 為什麼沒有撐過 我一直想要看到那個成果 然後就發現 我好像一直想要做太多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是 YouTube還沒有在台灣起來的時候 可能大概1617年 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拍Vlog了 可是那時候沒有人知道Vlog是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急 我就做了一下 覺得沒有人知道 就不做了 然後我想說 天啊如果我那時候一直堅持下來 我現在就是個 You know Come on We're doing podcast right now I know 是不是podcast 我們也是先行者之一 沒錯 真的 轉眼間 就是那時候心態比較 比較 不能說不對 可是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就是想要什麼都想要 證明好像我都可以 I can do it but 變成我focus很散 我就沒有辦法去focus一件事情 包含我的專輯那個時候 欸我有聽你跟那個Roger 喔聽得好開心喔 真的嗎 我跟Roger聊什麼忘記了 你們聊了很多版權的東西 喔對對對 然後聊他跟Jerese就是 學東西 對對對 他影響他很多這種的 對我就覺得好像 就大家都有一個尋找的那個時間 過程 所以我後來就是也是看到身旁很多人 跟我差不多 我就慢慢放下了 我覺得我應該按部就班一點點 然後一步一步很踏實的走 而不是想要skip過一些step 就達到一個一個地方 懂 所以現在你的狀態就是比較 you know 可以比較慢下來的狀態嗎 喔慢超多的 喔跟以前比 那還是說你現在慢的狀態跟別人比 你還是偏快 可能 可能 因為我畢竟在新加坡跟香港長大啊 I know I know 那個步調超快 你知道就是 香港的手扶梯都比台灣快好幾倍 對啊 沒有人在等你的 請小心台階 對對對 所以 變成我一開始來台北有一個過渡期 就是下 今天是禮拜一好了 然後下個禮拜一的通告還沒有出來 我就慌 我說台三六天你下個禮拜一的東西還不知道 對 我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一直去返回那時候經濟人 我說姐不好意思請問禮拜一 他說我們他們還在確認 然後到禮拜二了 請問禮拜一的 然後到禮拜三 請問禮拜一 我就會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他就想說那是下禮拜的事 然後我就想說我之前三個月後事我就在plan 然後我現在已經學會到 後天事情還不知道 OK 就let it be 有我好像也是 因為我大學 我那時候是大學的時候先進唱片公司 然後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google calendar 什麼之類的 都是用手寫的有沒有 然後就是我會自己買那種本子 就是每個禮拜或每個月 每天要幹嘛 有時候一些上課要什麼什麼幹嘛 那些都會記在上面 所以通告也會記在上面 但那個時候是每個禮拜update一次 所以後來就是寫完 然後每次update 印出來然後再看 就是用立可白拿來全部塗掉 然後重新再寫 對就是那個變化就是極快 所以後來就學乖了 就覺得 所以這個行業就是變這麼快 而且也學會就是用鉛筆去寫就可以了 這樣就不用立可白塗 就用橡皮擦這樣 那你覺得你現在有什麼東西 還是有點漫不下來的嗎 還是有點漫不下來 我覺得其實還是對於規劃吧 因為我很害怕就是 大家努力做了一個東西 後面就沒有後續 因為我很害怕一放 就是大家就會鬆掉 我覺得那個狀態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在宣傳期的時候 我是很enjoy的 我其實覺得是那種很 就是這個接著有這個 這個接著有這個 我覺得是好玩的 是exciting 然後突然間結束想說 欸OK可以休息 可是你休息久你會變得很散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還是有在抓休息的時間有學著讓自己放空 可是我還是心裡想說是不是還可以做點什麼 你就是workaholic I'm a little bit 因為我發現 雖然我在放假 然後雖然我現在不會去問大家 欸那個下禮拜通告是長什麼樣的 但是我每天會去刷新我的通告表 我還是會每多久 欸有沒有update有沒有update這樣 我會 可是變成我不會去煩他們 我就是自己煩我的calendar 一直網向滑 refresh refresh這樣子 懂所以還是停不下來 但現在也還是有podcast啊 它就是reoccurring 感覺就是會一直做下去這樣子 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透過跟別人老天我也更發現 欸我沒發現自己也是有這樣子的一些傾向啊 或者是什麼的 就變成是跟別人聊天中當然更認識別人 但也更認識自己 我覺得是蠻好玩的 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你訪問一個最讓你驚訝的 就surprising 就是跟你原本想像中不一樣的人 大概是誰 我覺得 呃之前有在別的節目有分享過其實是小賴那一集 對然後後來我覺得風澤那一集 秋風澤那一集 因為可能 風澤那一集是不是跟0917 他是跟那個偉進 喔所以他來過兩次那樣子 第一次是小賴一個人 第二次就是風澤跟偉進他們兩個 對然後我們大家一定會預設說 哇一定嗨爆啊一定超好笑 然後小賴那個他爆哭 然後他就是分享了很多他家裡 可能他之前有經歷一些financial的問題 然後他現在要扛家計啊 然後曾經他是很無憂無慮的什麼的 嗯嗯嗯 就是跟他 在節目上的反差很多 你就發現大家 都有 都有自己的課題 對然後沒有想到他的那麼的 就是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然後可是他平常 他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你完全猜不到他的精靈的問題 就笑笑的嘛 他就是真的很盡力在娛樂大家 帶歡樂給大家 歡樂帶給大家 悲傷留給自己 沒錯沒錯 然後風澤就是有時候 你看他在 對無論是瑜伽拉人殺 他就是也是ㄎㄧㄧㄚ嗨嗨的 對對對 好像呆呆那樣子 沒錯 但那天月尾鏡是模樣做 所以我跟他可信很像 就是很火爆 然後你就發現他那個風澤 他會很理性的思考 他是一個很穩重 然後非常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很有條理 然後一切感覺啊我看破了 我跟你說 一切看破 你就是慢慢就let it be 就是一道橋 我就發現 Damn 就是也是對他另外一個 喔是喔 對對對 我知道風澤很聰明 就是他感覺會是 他很精明的商人 對 看他做很多事情就知道 非常聰明 那你覺得在他身上 因為他也是新加坡人嘛 我記得 但是同樣是 比如說你在新加坡長大 但是聽你這樣講 他步調也沒有 就是很衝很衝很快的感覺 我在新加坡是3歲到11歲 所以那時候是幼稚園跟小學 我覺得新加坡帶給我的 比較不是衝 是要守規矩 oh right right because everything is very orderly 我知道我知道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骨折 我小時候我很喜歡 玩那個紙牌輪 rollerskate rollerskate rollersblades rollersblades 對對對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我們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我媽媽就是要買給我 可是呢 因為有些比較便宜 他後面沒有brake 你就是要靠他這樣子去煞車 就是要用一個梯形煞 梯形 就很像snowboarding 然後 因為有煞車那種牌子比較大 或者是我們可能負擔不起 所以他為了還是要買給我 可是那時候大家也沒有做太多功課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沒有brake the roller blades 然後我其實滑得很好 我就是很多技巧 whatever 然後有一天 我在我們家 新加坡很多家 它的地是大理石的 跟這邊也是 所以很滑 然後我剛穿完 一站起來 重心沒有抓好 我就直接摔到地上 然後我是手肘著地 所以我的左手骨折 我到現在我左手摸不到我肩膀 我右手可以 因為我復健沒做好 Anyway 反正就是 欸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歸曲 哈哈 我也不是講到 然後我就骨折到很痛 然後去醫院 然後 我就是那種會乖乖聽話說 醫院說你不能怎麼樣你就要等 然後我們可能在那邊等兩個小時 可是沒有人處理 然後好像骨折久了他會硬化還是什麼 你還是要很快的去處理它 然後我媽就說你要不要找個護士跟他講 要不要打個止痛針還是什麼 因為我已經哭到不行了 我說不行 他們說要在這邊等 然後我就很乖一直在那邊等 然後我媽就那時候發現我是一個很死腦筋的人 就怎麼樣說 你就會自己那樣子做 我就是一個乖小孩 我從小到大就是一個老師說什麼我就聽話 可是我內心其實很 很叛逆嗎 很想要叛逆 好像跟我很像欸 真的喔 對啊我也是很好帶的那種小孩 可是你內心 就是 我很難跟大家解釋 因為每次每次很常訪問大家就說 喔你做過最叛逆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 你是好學生乖寶寶那種 然後都很難跟人家解釋說 我就是思想上面非常的叛逆 比如說在音樂上面就是做很多 有的沒的 你知道就是以前大家覺得 你就是乖乖的 然後不管我就寫一個狼這種的 就是Hard Rock這種什麼東西 然後新專輯這樣子做 但大家就是 You know 就是訪問的通常都會需要你說什麼 啊我有裸奔 或是我俏課翻牆 但這種我就比較 就比較沒有 那你覺得像你的守規矩到現在也還是嗎 我覺得我還是 我覺得那個是從小到大最 怎麼講 去shape你這個人的個性 一個培養那樣子 我覺得還是有 可是 我慢慢的有 在打破一些框架 就是我發現我 每次被問一個scenario的時候 我永遠會先從最safe的開始想起 就是我還是會在安全的範圍內 如果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會第一個先想到 欸我跟你說喔 我們可以從外太空怎樣怎樣 就是my thought process還是很safe 你說在音樂上面也是嗎 音樂上還好 因為其實我發現我跟Roger也很像 他也是之前就是寫五線譜 然後是學古典 對 因為我從小也是學古典 可是我又一直很想要在古典裡面加點什麼 所以我比較活的腦袋是在音樂上 可是音樂以外我就是個很死板的人 Until recently 我比較開始 所以可能跟你一樣 未必是叛逆 但是我的靈活是用在藝術 藝術上面 就有個出口這樣子 那日常生活當中 你覺得現在放的最靈活的 就你本來很rigid 然後現在很靈活的 會是什麼東西 就是在生活欸 嗯 比如說 也不能講刷通告表 出去玩你現在還是會那個嗎 不會完全不會 就沒有了 我之前我有一次聖誕節的通告被拉掉 那個是好像是發騙遣吧 16年還是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也單身 然後我好像是23號 忘記還是24號 我就 買機票嗎 你好像跟我講過這個 對買機票然後隔天飛日本 然後就是一個人 就是被很多情侶包圍著 然後我還很開心欸 就是去看一些光雕 感受 我覺得哇好漂亮 然後看到旁邊很多情侶 我反而不會覺得孤單 我就覺得很被愛包圍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那個時候 我的心態就開始變了 因為你如果要很痛苦看這件事情 你就是會很痛苦的去經歷 The same experience 然後現在的我就是比較 真的在享受我沒做的一件事情 之前我會工作狂到 假如說我明天要錄個音好了 然後今天有人約我吃飯 我說不行我忙 因為我要在家練歌 或者是我今天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會把工作大於everything 然後就是想說你出去吃兩個小時飯 不會怎麼樣 可是我想不行我們要上班 但是我今天全部的就是社交自己的人生就要歸零 就是我之前是為了生活 為了工作而活 然後我的人生是很boring 然後我現在就覺得 OK明天要拍個雜誌 我今天還是可以出去玩 可是就是某一些控制 控制一點獲勝 不要什麼水種啊 對對就好了 可是我反而覺得這樣子 我真的差蠻多 我連寫歌也是 嗯哼嗯哼 我就發現我之前想要寫歌的時候 嗯哼 it's always the same thing 嗯哼 就是永遠是悲歌 然後電影配樂 嗯哼 然後就那幾個chord 然後我之前寫歌永遠用小調 嗯哼 我發現我人生我很少可以用major 大調去寫歌 嗯哼 好有趣喔 因為我很少用小調 我自己發現 對我跟妳相反 對我跟妳相反 可能是一個習慣 I don't know 或是就是你感覺 所以妳可能在音樂上面 妳就覺得她要比較悲傷的那樣子 可能我那個時候 可能我那個時候 Yeah I used to be super like sad about everything 嗯哼 然後 然後 I was like so I don't know I was like a sad kid 然後 真的嗎 對 但是因為我認 I don't know 因為像碰到妳的時候 就覺得妳是一個非常開朗的 很活潑的女生啊 這種感覺 好啦我只能說 還是說妳deep down其實是 有很悲傷的 我覺得 我覺得有改變 或許是我爸媽改名字真的有差吧 改名字 給他們一點點credit 你說他們自己改自己的名字 幫我改 幫你改名字 可是我一直就是很 不想要給他們credit 就是雖然說我有時候會相信算命 可是我之前就演1格123的1 他說除了不想讓我樣樣真諜1之外 他覺得我那樣會是一個很close的一個 很拘謹的一個人 然後他們就去找一個算命師 然後就說 你的1真的就是everything真諜很累 然後 你沒有一個打開的字 所以他就把1換成下面有個大的1 對對對 然後或許是改完那個 慢慢我的個性也是開始 越來越打開 我覺得我還是有那個wallflower的 那個 你說就是避暑那種 避暑那種 但就害羞害羞的那種 對我現在還是會這樣 你覺得你是一個introvert嗎 就是你是內向性格的人嗎 超introvert 超級introvert 我是extremely introverted 就是如果有聚會然後都是我不認識的人 有兩個認識我就說我忙我沒有辦法去 就是我很害怕跟我不認識的人 like social 對然後前陣子 小忍他不是有來過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他要補求婚的一個 event 然後我趕回來就是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一個人先去 然後就是一堆我不認識的人 就他的親友 或朋友 然後我就會默默在旁邊玩手機 我就是不是那種會去like 嗨我是演一格 我比較不會這樣 那真的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我就是等一個嗨我是誰誰誰 我說你是一格對不對 我說啊你好然後我才會聊 動動就是別人主動 對我超被動然後我很害羞 就會一直在corner想說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那你會有因為我也是 我覺得我也是內向性格的人 這樣實在太妙了 因為我覺得我辦 我started podcast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強迫自己去交朋友 you're like me 對就是而且內向性格的人就是 比較drawn 也不是說我們不能跟人接觸 而是說我們比較喜歡 比較intimate比較深入的 Deep conversation就深談這種 所以其實podcast蠻適合 就是比如說social的場合 這種那樣跟大家 啊你好這種疑疑滑滑的好像 比較對我們來講壓力比較大 不是不行啦 我覺得現在的我比較練就成 我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比如說去一個party 啊跟他social完之後 會覺得說ok 我需要me time 我需要我需要休息 補充我的HP 對我就會覺得 欸就是他們之前有講introvert跟extrovert 你要怎麼去分辨你是哪一者 就是你是跟很多人在一起之後 你會得到更多的能量 喔對我知道 還是你的HP被消耗掉 我就是跟你差不多就是喔好累喔 然後想說ok我可以一個人 然後我甚至是連我們的group chat 就是因為我中學在香港念 可是我那個時候很多同學都是 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加拿大來的 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在香港 大家都世界各地 分散在各地 對所以就是靠whatsapp group 然後我永遠在whatsapp group 我就不會跟他們聊屁話 我就是最安靜的那個人 然後偶爾就是 就是看他們講話 我是看我其實都有在follow 只是我不會去input 我就是連跟好朋友 我都比較不會去you know 這樣 就是你那你是會主動去找朋友的嗎 很少 也是別人主動想你那種 就是可能最近看到 通話寶也蠻空的 然後想說欸要不要去吃個壽司 我就會去問 可是如果是平常就是有工作的話 我就不會說欸我有空閒我要去找別人 而是有空閒ok我可以一個人在家看Netflix 我很需要一個人的時間 懂一樣跟我一樣 因為我就有認識extrovert的朋友 他們是沒事就是 嗯今天想到一個誰 打個電話跟他聊聊天這種的 然後我覺得不可思議 對我已經很久沒有聊天了 蛤什麼 對我前陣子才剛跟我兩個很好朋友 一個在紐約一個在toronto 他們是我高中同學 然後我們就想說 欸我們已經半年沒有好好聊天 然後我們就開了個skype 然後我就發現他們兩個可以聊一些 喔我今天種了一盆花 然後就可以聊這個花 然後我在旁邊聽我說 為什麼你們連花都可以聊 就是我發現我是一個不會 make small talk的人 Don't small talk 就是要有一個目的性 欸我們今天要聊一個什麼東西 對 就是閒聊對我來說是 Oh my god我要閒聊我要聊什麼 有一點這樣 所以如果在group chat裡面突然間我發言 大家永遠會傳頭去Oh my god Janice剛講話 就是因為我就是 You're still here 我以為你被踢出了 對因為我就是那個永遠不講話的那個 可是我都在看 那你覺得現在你有變嗎還是說還是常說 我還是不講話 我還是會畫就是會看啊 懂 就很好奇說 那比如說像一開始是怎麼會想要做podcast 跟你一樣 就是我很想要就是更認識自己 然後更認識 對對對對對 我想說我平常真的太不敢跟別人聊天 就是讓我去make a new friend I be like Oh my god what do I say 對然後變成從podcast 因為你有一個目的性的要聊 就是講說欸你覺得人生怎麼樣 就是你東西要聊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 就是有一個方向 對啊因為podcast其實做蠻好的啊 我們上次聊的時候就覺得說 你很輕鬆很自然 所以我完全無法想像你是introvert Yeah it's weird 我們今天那個podcast的雙子帆帆也在 跟我們的夏天 你們覺得我是內向的人嗎 我覺得你有點悶騷啦 他說悶騷 對阿 內向的人大部分都是悶騷 因為他就是不熟的時候 會覺得他很兇 可是熟了之後會覺得他其實很ㄎㄧㄤ 這樣子 可是要真的很熟欸 right 我覺得 對啦 就可能要你熟一點 你都可以放開 你昨天是不是又去party 你今天又是啞 我從你去gabar那一天 啞到現在 可是很多人都說我的聲音這樣比較誠懇 比較好聽 比較誠懇 好啦比較好也沒關係 他說當然可能抬案子更容易中 請給我案子幫幫我謝謝 欸那你們覺得他如果就是開始做podcast之後整個人有變嗎 有阿 因為他一開始做的時候 他第一集之前很緊張 因為他就沒有經驗 然後又很怕 講錯話 講錯話到句點王這樣子 但是他一做之後就是我覺得他明明就很可以阿 他蠻會接話的 很ok阿 很ok阿 我覺得可能我之前會比較擔心是因為我 我一直被講我中文不夠好 然後我就發現 還好吧 喔拜託你應該要聽我跟孫勝希 沒有啦那沒辦法 我連聽你跟Roger那一集 你們就是在用一些什麼 背二一然後背一二二一 然後或者是什麼什麼 反四個字的 但那比較台灣的大學的那種 那種字可以用 懂懂 但我覺得蠻好的啦 你有想說接下來podcast會 你不是想比如說五年之後 就是keep on doing this 或是希望他到什麼地方去嗎 五年後 因為你是個規劃人嗎 對 因為像我的podcast我就是 阿我覺得很好玩阿 就做 我覺得我們現在也是這樣 然後過年後 是過年後吧 改版 我們會改版 因為之前的podcast都是以 就是一集有一首我專輯的歌 就假如說今天是聊閃爍 那閃爍這首歌就是講可能生死離別 放下一些東西 所以那一集的主題就跟這有關 可是之後的podcast就變成 跟我歌沒有一定要打到什麼 什麼topic 就會比較像先聊 然後或者是來賓可能 這一集比較想要聊什麼 想要聊星座 或者他要聊什麼 我們就聊那個 就之後變成 比較freestyle 真的喔 因為我反而最近在想的是 因為我跟我朋友討論 會在想說podcast 也要不要做一些主題的分類 因為其實我邀來的也是 各種人都有 就是我的朋友快被用完了 就是各種的 有一些是職人 因為 當然一開始都是 你說Roger JerryC我還沒約到 每次要約到他都說 要不要寫歌 他不要 他也是工作狂 然後就是各種的音樂人 這是一種 然後還有一種是 我有些朋友是很有趣的職業 比如說我 我有個朋友是做頭雕 原型師 就是做公仔的那種 而且是很 非常像的那種公仔 然後全台灣只有他一個 人在做職業的這件事情 幫他幫他 對 好酷喔 對很酷的一個職業 然後也有幼稚園老師啊 這時候也是我朋友 那你就會好奇 那你這是做什麼 所以這是職人系列 然後也有像小忍來那次 就是他來兩次吧 一次是先聊他自己 他怎麼做音樂 然後又做影像 然後再一次就是聊 諾蘭 對 聊電影這種 可能這也是可以是一種主題 所以現在也是在想這個東西 就是要不要去做這個 但我就好奇說 比如說你是一個非常 You know workaholic 你會去看就是podcast的數字嗎 或是什麼的 從來都沒有 我發現我越大越對數字不敏感欸 因為我覺得 我之前就是一個很 要達到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我就發現我少了好多樂趣 然後我會變成太有目的性 目的性想要去達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我會偏掉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好像從來沒有問過你 我從來沒有問過他們後台的數據 oh ever ok 然後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做 他本來就不是為了要得到什麼 或者是一個stepping stone 他就是我想要去做做看 然後我很擔心一點就是 像我之前做vlog 在台我還沒起來 我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Oh my god 只有八千人看 然後才有一萬人看 然後我就放棄了 我不想要被數字綁住 懂 就是要持續持續做那樣子 對 持續做 確實是耶 因為其實最近 最近最 我覺得最棒的一個例子是那個 羅斯風大哥 對 對不對 他最近突然 他就是一個 我記得那時候去跟他錄的時候 他就 他就有 有聊說 哇這個都沒有人要看啊 那什麼之類的只有幾千 那我就跟他說 You gotta keep doing 就是你要繼續做 他會一直累積到某一個點的時候 你就會 爆衝起來 所以他最近就是這樣子 很棒 他就整個就上去 而且他就好適合 就找一個好棒的方式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 我覺得你剛剛講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要 enjoy 就覺得好玩 這件事情就會一直做下去 所以這樣podcast 那比如說 算了算了算了 這樣聊了又開始變成工作的部分 所以你也沒有想說五年後podcast 沒有做到什麼 我現在我覺得 我跟之前最不一樣 就是我不會再做 這麼長遠的規劃 因為 包括你現在自己的 你說 你說歌唱也好 你也沒有想說 五年之後想要怎麼樣 我會希望可能五年內 會達到一些什麼 可是我不會講說 我一定要明年的12月3號 I know I know 因為事情變得太快了 然後 就是我覺得 像Roger那天講的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我們現在 除了跟音樂產業在比之外 你在跟Netflix 你在跟Podcast 你在跟全部的這些media在比 在競爭別人的時間跟耳朵 對 所以我覺得我變成我的目標 要不能那麼的狹隘 我可能反而是要 多方 但又不能像小時候那麼貪心 這也要那也要那也要 就是OK可能是目定性 我現在很努力的 在找一個 我有興趣的事情 Other than 就是演藝圈的 那你可以透露嗎 你現在有很喜歡的 我現在在找 就是假如說像潛水好了 就是之前就是 有跟朋友講說 還是我們可以開一個 跟潛水有關的什麼東西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直在找一個 一個interest 可是我不是想要為了賺錢 或者為了什麼而去做 我是想要做一個 Oh my god 我超級passionate 我好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 是讓我可以like Oh my god 我現在就要跟你講 就現在 那是很酷 或許可以跟你分享 所以像潛水這個是 你本來就有在玩的嗎 對我其實第一次潛水是 我還在低潮期的時候 我那時候七十幾公斤 然後沒有公司的合約 然後放著down的時候 超久超久以前 超久以前 大概13年吧 我一個人跑去澳洲 然後那個應該算是我人生 第一次第一次自己一個人旅行 可是那個時候 我還是全部的plan都有寫下來 然後我就去了brisbane 然後轉機去凱恩斯 我那個時候 就想說我要去大寶教 然後我要去潛水 可是我這輩子沒有潛過水 然後 因為我是蠻喜歡 explore 就是很多刺激的東西 像跳傘 然後或者什麼 我很喜歡玩這種東西 極限運動 極限運動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第一次去潛水 然後後來就覺得 欸這個東西很酷 然後海底的世界就是 it's so vast 沒有辦法去想像 然後後來就是再去沖繩 也是去體驗潛水 覺得欸好漂亮喔 可是後面就是一直放著 因為就開始變工作狂模式 然後從可能14年15年 之後就沒有再碰過 然後就是到去年疫情 其實我某一部分是蠻感激 讓我有這時間呼吸一下 喘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就是 讓自己看到有工作以外的事情 是可以讓我一樣 excited 然後變成就是潛水 因為我是一個很討厭早起的人 因為我本來就是晚睡 可是我會passionate到 然後我想要為了潛水 我會早上五點多起床 然後就開去共聊 然後就是起點下去 就是會覺得 哇有個讓我很熱血的事情 潛水你覺得最好玩的是什麼 放空 然後可以 很多人形容潛水是像在飛的感覺 因為當 在飄 當你的中性福利 就是你在水裡的福利練得好的時候 就是你不會游一下就沉下去 或游一下又飆上去 你就是一直在一個很穩的 的情形的時候 你是沒有重量的 然後就覺得你真的是在飛 然後你就可以很優雅的去靠近一些生物看 你就覺得哇 就是這個世界是 超級棒 就是其實地球上就有一個像外星球 外太空的一個東西 可是你們一直 人們一直沒有去explore它 然後我又是一個手機控 低頭組 所以我每一次要去潛水 就是你潛水前你的手機就不會有 所以你可能那一整個小時 一整個四個小時沒有人找得到你 然後我覺得喔等一下也蠻爽的 蠻好的 因為我中間有四個小時可以不用想工作 然後就真的就是去have fun 然後就是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我覺得潛水也讓我整個人改的蠻多 對啊 所以潛水可能是另外一個 但還沒有到passionate 都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要把它變成一個business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距離 懂 你生活上面你還喜歡做什麼 比如說你今天就是喜歡吃嗎 就是工作很忙的時候 然後你要休息 然後你要犒賞自己 就是去吃好吃 yeah we still gotta do the sushi thing with Sean oh with Sean 因為我之前要說 Sean昨天還前天 我們上個禮拜先去 我們先去吃什麼 我先去massage 然後他帶我去民香園 oh that's our favorite place 對他就說什麼他覺得最道地的 的那個香港茶餐廳的experience 真的很好吃 對啊 你有沒有吃他的華蛋蝦人 欸等一下他有沒有點華蛋 我有點忘了 No我吃叉燒 我覺得叉燒很到位 yeah it's good 很厲害 因為他女兒是香港人 然後他之前也在香港住過 所以他自己算是一個 蠻美食家 他就是亞洲人 他是 他是比任何 他的廣東話也很厲害 超厲害 他中文廣東話 英文 西班牙文 什麼都會 對他會西班牙文 對大家不知道的話 Sean 是我專輯的婚姻師 這次其實專輯他有 分就分了 現在聽到這背景音樂 是剛一起寫的 就一起寫嗎 欸那他有mix 他有mix 反正他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超妙的人 其實我剛剛錄一集podcast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上線 你好好跟我講 對因為他 因為那集我們大部分都講英文 對 然後我的同 因為同時常是我同事幫我寫synopsis 就寫簡介 他說我聽不懂 你聽完跟我講簡介 然後我一直拖到現在 都還沒有 但我跟他錄 反正他就是一個 他還會空腹 不是空腹喔 是那個空腹 他超妙的 然後又會滑板 然後又會 對對對 然後也打過籃球隊 他小時候夢想是打NBA 到底人生是有多豐富 你知道他滑滑板是 那個professional level的嗎 真的嗎 他是有被一些品牌sponsor的滑板 然後先做音樂 我的天 然後他說他全身的骨頭 基本上都斷過一次 對 他有跟我講 我剛剛去按摩的時候 他一直廣焦 對他超酷的 他真的什麼都做 而且每一樣事情都做得很厲害 而且他超會打電動 對 我真的要說 他什麼LO 那個打low 他打到世界排名 還是什麼那種的 就是1000還是100之類的 超厲害 這個人真的是 我只能說他是這個時代的Renaissance man 就是文藝復興人 就是文藝復興人 就是文藝復興人就是 你知道 Da Vinci嗎 達文西 達文西就是又會畫畫 然後又會發明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對對對 他說他是文藝復興人 他就是什麼都會 對 所以Sean是這個時代的文藝復興人 對 感覺就是什麼東西問他 他都會知道 沒錯 蠻酷的 但尤其是吃辣 我們現在是Food Buddies 那昨天才帶我去吃一間很厲害的新的義大利麵 叫什麼 叫Pasta IO嗎 Pasta IO 對 新到我在Google map上面找不到 我有看到那個誰去吃 那個誰 陳芳也有去吃 反正就是很難訂到位置還是什麼 他就很臨時說 有人什麼取消訂餐 然後就是臨時有位置就去 Oh my god 很厲害 對 就是他做很多很fusion 比如說台式 可是他有一道是 他是義大利麵 但是他有點fusion 牛肉麵 的那種味道 對對對 很好吃 然後 他一開始跟我講這間店名的時候 我找不到 然後一找 然後發現在倫敦 然後嗯 你約明天 我們來得及嗎 而且現在可以去嗎 對對對 就是很新 我們有一個group的朋友 也是像劉韋德 他們也是 Oh Victor 他太太Nikki 他很酷 他也是很愛吃美食 然後他是喜歡到 他就是先訂 他就是可能把這三個月的餐廳 他可能這個訂 然後那個訂 然後那個也訂 然後他沒有邀請人 他就想有位置先訂 然後說欸你12月13日有沒有空 我訂了這一間 他就是不管的話 一定要先拿到位置 然後再去揪人 他就是會把 而且我看他的Google 他全部都是那個pins 我也是 可以可以可以 下次可以跟Nikki再好好的交流一下 對都是美食 所以像 那你美食前三名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你有辦法排出來嗎 我蠻喜歡吃Italian Oh 義大利 對然後我很喜歡吃日式 可是日式我很喜歡吃那個 Omakase Omakase是 就是那種版錢料理 嗯是什麼 就是沒有菜單 喔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就是他幫你配有熟食有sushi 我喜歡被surprise那種感覺 喔OK 然後 第三個是什麼啊 我覺得就甜點吧 各式甜點 OK OK I'm a huge dessert person 好那如果你這輩子只能 只能再吃 這輩子只能再吃一樣東西 你覺得會是什麼 I cannot decide if it's 聽起來會是Italian 如果你第一名是Italian No not really I cannot decide if it's 芋泥有關的 還是榴槤有關的 你熱愛榴槤 我超愛榴槤 然後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鹹食的話 因為我之前有吃過這一道菜 就是在那個Omakase 它就是秋刀魚 然後你知道那個Omakase秋刀魚 它們都是會把它片了一個很多很多很多 嗯 怎麼講 一片魚上面它會幫它切很多刀 嗯哼 然後它就在裡面加那個 不是雪魚 鞍康魚肝 鞍康魚肝跟雪魚肝的口感又不一樣 它會加鞍康魚肝 然後上面還會加 如果要加無泥還是加什麼柚子 柚子 柚子 我知道 超好吃 所以就是或許是 或許是那個嗎 秋刀魚加鞍康魚肝 是不是 哇賽 對 因為太久沒吃到都很想吃它 懂 那像比如說冬天的話 你會 你會 就是比如說 最想要吃什麼東西嗎 冬天最想要吃什麼東西 Hot Pod Hot Pod 我還好耶 我其實我發現我吃東西沒有分季節 喔真的喔 就是你冬天也可以吃冰這樣的意思 喔我很常做這件事情 喔 他就說OMG我好冷喔 我喜歡買個雙琴 我覺得是一個 我在冬天吃雙琴是一個很享受的一件事 怎麼說 I don't know 外面freeze 然後裡面freeze 對然後就喔爽 超奇怪 那這樣你自己會做菜嗎 我是懶 其實我的懶 但其實你可以做 我可以 其實有個食譜 或是你旁邊有個人跟我講 我覺得我是有 我是至少知道我在幹嘛 不是那種OMG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可是我的懶惰是在於我很討厭背料 可是我不討厭洗碗 喔 所以就是假如說很多人 跟我相反 因為一半人會覺得 對對對 你幫我洗一碗 對對對 就是你前面的那種我要切這個菜切成丁 然後又要洗這個蔬菜要削皮 我就覺得喔好麻煩 但洗碗不會 洗碗 No because 因為 你覺得有成就感嗎 比如說洗碗一個 It's easier 我覺得比較簡單嘛 洗碗是不是比北菜簡單 也是啊 是比較簡單 就是你就是水跟 就是你就一直擦嘛 可是你切菜我就覺得很繁瑣 Don't 那你會是一個 你容易被激將法這樣子激嗎 比如說別人說你一定不行怎麼樣 小時候會 我現在就說我不會這樣 因為我剛剛在想說做菜這件事情 會被人家說你應該不會做菜吧 我就說對我真的不太會 哎呦很好 就是一個我就爛 對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我覺得我太常被這一招弄到 然後我現在覺得說OK 你可能很故意 有些人就是要氣你 你就是氣不成我怎樣 對 有最高最高境界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是 我脾氣真的沒有那麼好 我就是牧羊 然後我上身是獅子 我就是火上傢伙 然後我媽她也是很急 我爸的個性也很急 所以我從小到大就是一個很急 然後就是一個火球fireball 就隨時會爆炸的 然後我曾經小時候會跟老師吵架 我是一個黑白 但是你不是說你很守規矩 那是到中學的時候 我就變成黑白很分明 我覺得老師不應該念他 或者是我覺得我朋友沒有錯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是無言鼓罵的時候 我就會跟老師槓上 我就會聽我朋友 我就是永遠停在外面 老師我覺得你這樣講他不對 然後老師就會說 你說什麼 我說老師我覺得你這樣講他不對 我覺得 我就會吵架 因為我會覺得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他明明沒有做死你為什麼要罵他 我之前就是一個非常就是 everything要講道理的人 懂 然後長大覺得OK還是有灰色啦 比較chill一點 懂 那我覺得蠻有 我接下來要問的問題 我好像有一點點大概知道你的答案會是什麼 比如說如果你要給最一開始 入行當歌手的自己一點 Advice 講一些什麼的話 你覺得會是什麼 我應該就說 你應該多相信你自己的判斷 OK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的第六感不一定永遠是對的 but you should follow your guts 因為當你覺得說 欸我其實覺得一二三是對的 或者是比較適合我的 可是 everyone else is like 四五六的喜歡 你應該做四五六 我就會被帶走 懂 然後我想說為了不要得罪一些 或是不要讓大家難做事 難做事 我就會想說我其實真的覺得這不適合我 或者這個不可行 但是我就想說好吧 你就會強迫自己去試嗎 我就會強迫 I'm a yes man before 真的喔 我什麼都ok好你要知道 怎麼如此的衝突 因為又覺得 聽講你很火爆啊 比如說我就是不喜歡這個 因為我火爆之後就是有被 有被家人就是他們稍微念 他說你就是太固執 然後太strong head 你應該多吸取別人的建議 建議 我覺得ok 反正我現在我那時候二十出頭 我覺得我對這一行對音樂 對我自己的了解 沒有那麼了解 當然是聽一些專家 當然 可是有時候我完全 完全忽略掉自己了 真正的感受 對我覺得其實那種 聽取別人的意見 不是完全把自己拋掉 而是你要留住某一部分的自己 然後適時的加入一些seasoning調味料 可是我那時候是主食丟掉了 然後換了一個主食 然後我想說哇好像四不像欸 天啊好可怕喔 然後我就走偏了 可是其實沒有沒有 這就很乾淡 這是過程啊 然後他就沒有對錯 因為你沒有堅持你覺得應該是主食這件事情 別人也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因為你沒有溝通 對對對 確實這一點 你只是以為喔好我試試看 還是這是introvert 會經歷的 因為確實 現在回想就會發現很多那時候 比如說一起工作的夥伴 他們其實根本不知道我內心在想什麼 我等於就是好你們說這樣 那我就試試看 What do I know 我就是一個新人 或者是我也大家比較有經驗這樣子 但是現在確實也是到一個階段就是 就是慢慢的 也不能說完全固執己見 有人說至少表達說 好那我覺得是怎麼樣 那如果你們這樣覺得 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中間職 或者是讓我舒服的方式 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快樂這樣子 沒錯 其實我現在也一樣 我不是那種 我要什麼就是什麼 我就說欸我覺得 這是我的Vision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朝這個方法 或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我現在就是慢慢有找到一個 比較 comfortable的 working的感覺 懂 所以就是更相信自己 我覺得是欸 我覺得之前有一部分我沒有堅持 是因為我對我自己不夠自信 我覺得啊 我覺得我這樣子 好像不夠好 算了我丟掉 那就都用你的 應該是這樣 就是不夠堅持就是因為 真的覺得自己的東西可能不夠好 嗯嗯嗯嗯 但是我必須說你現在堅持非常好 喔謝謝 這樣專輯超級好聽 超級好聽 超級好聽 然後Podcast現在也做得非常成功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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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謝謝 所以 這是一個不錯的事情 又來了又是Let everything happen Let everything happen 這句話真的是太棒了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 也變成我其中一個model Yeah Let everything happen 就是因為你也控制不了 對 很多事情意識到其實也控制不了 那是真的 Yeah Anyways OK Nice 今天聊得很開心 Thank you 你要想要加 anything you wanna say 我覺得很很剛好耶 就是可以之後我有一些新的東西 進來再跟你分享 OK 我們再去吃東西 對啊 上次吃了吃Sushi 一直沒有吃到 OK 好 每個人來我都會問他們最後一個 最困難的問題 就是今天如果你要去一個荒島 你只能帶一本書跟一張專輯 或CD 或精選機 你會帶什麼呢 只能帶一樣東西 就是 就是書你可以帶一本 然後CD可以帶 One CD 或一張Album 或是影響你很深的書或是專輯 你覺得會是 其實 書我會選Bernet Brown的其中一本 Bernet Brown Bernet Brown 就是讓你學會怎麼去be vulnerable的一個女生 她也有她的TED Talks 她也有就是在做一些開導的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 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這個 因為有shame shame的中文是什麼 覺得丟臉 丟臉之類的 對 然後 我們會被shame綁架 就是想要把很多東西遮住 可是當你 不害怕 然後你敢去 讓大家看到你的脆弱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其實很無敵 因為你已經沒有東西要在遮掩了 就是 我這個不好 我這個也不夠好 可是我跟你們分享 這些都是我不夠好的東西 然後 你沒什麼好遮掩 你也沒什麼好怕的 因為你就不 自卑 shame 是有點自卑 自卑的部分 你把你的自卑丟掉之後 你就發現其實你很無敵 我覺得他Bernet Brown的一些書 可能是因為我那首比較脆弱的時候 看到發現 我一直在挑自己的毛病 然後一直想要把自己的不夠好 藏起來 然後他就說No imperfection沒有你想像的那麼 所以或許是他吧 所以他的那本 你說叫什麼 他有很多 很多 我突然想一個是跟imperfection有關 然後一個是vulnerability 你可以去找他是B-R-E-N-E Bernet Brown 一個女生 他有一系列 所以他裡面也會教你說 比如說一些steps 可以做嗎 可以可以可以 他有一些workbooks 懂 因為這個概念是蠻好的 但是要怎麼做到 其實我相信還是一個 因為那是一個process 聽起來蠻好的 而且你現在就做到了 比如說 你不會做菜嗎 我不會做菜 怎樣 從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沒錯 沒錯 我還是會努力 可是 跡象法我覺得真的對我來說 如果看他是為了我好 然後我會被激到的話 講錯 如果他是為我好我就會被激到 可是如果他是為了挑釁 我就會like 那就沒差 我會看 這樣蠻好 這樣蠻好 學有建設性的建議 然後你剛剛說另外一個是唱片嗎 專輯CD 或 你知道 那是我的天啊 這很難 這很難 最難的問題 我 我在想我要帶 Muse Muse 還是我要帶 Christina Aguilera Strip 2002的那一張 因為其實我從小對我唱腔跟唱法最有影響的人 其中一個是Christina Aguilera 然後我一開始去比賽我都用模仿在唱 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大家都是 對 然後他的那一張Strip 2002 就是有Dirty Fighter 一些Impossible 都是在那一張 或許是那一張影響我最大 聽起來 我剛剛 除了Muse之後我剛剛想要不要帶Westlife Westlife 驚犬級嗎 因為我從小我存錢買的就是Westlife 幾乎有他們每一張 按車到他們解散五個人變四個人的時候就沒有再買 所以 maybe them too 但玩Muse的話 是怎麼影響你 Muse是我人生最愛的樂團 我為他們去Osaka的Summer Sonic排了八個小時 我從中午十二點 但我中間也看了John Legend which is great 我從最後面 我那時候還揪我弟 我弟可能才十四五歲就被我揪過去 我們從中午然後買了一個大瓶水 我以為這樣就夠了 一直排因為Muse Headline 所以他們八點才上場 最後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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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二排 這不前面 超前面的 她沒跳下來嗎還是什麼 主要是我開了三熊我就往後了 因為我太急了太想要上廁所 No 因為我等了八個小時 喝完都一點五公升 會叫八個小時 哇都很想要上廁所 然後最尷尬的是因為 我前面跟我旁邊的男生都太高了 我就算在第二排我就是一直看旁邊前面那個男生的背影 然後我要怎麼看我都看不到他們你知道嗎 然後我腳又被踩到 因為大家就在那邊跳然後一直踩我的腳 然後我想說好痛 我說為什麼我要起來搖滾區又看不到又要憋尿 然後又被踩到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而且我弟就是一個人在後面 我有點擔心他 什麼等一下你自己擠到前面去就拋叫14歲的弟弟 因為他跟我擠到一半他說Yo dude我要上廁所沒有怕BP 所以大概到下午4點 而且那時候是夏天所以超容易中暑的超級熱熱到爆炸 所以他到中間他說Yo man你自己看我到後面比較涼 然後我要上廁所 我就說好那我們約在那個柱子你不要亂跑 因為他那時候也是沒有手機可以漫遊 我怕找不到他 反正後來就是我看完Muse大概三首歌 被踩到不行了之後 我就說不行我要往後 所以我後來就是在很後面的看整體 其實也不錯因為還是有螢幕什麼的 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東西是因為 Muse很嗨 我內心其實很澎湃 雖然我外面是很內向的一個人 可是他們內心很 like you know很甩 Muse很妙 Muse好像就是可以把你講的這種性格整個總結起來 就是他們的音樂 對 因為他們是British嘛 British就是一群很壓抑的人 然後大家內心又是那種 然後主唱 比如說他唱的也不是那種 很搖滾 對他是有點怎麼講 其實Mac他們的編曲跟什麼 他們用很多交響樂的東西進來 所以又混到我從小到大的背景 Oh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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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唱法又有一點fusion 對對 所以我覺得哇好帥喔 就是又有點classical 但又有一點 又很電啊 他那個貝斯在那邊在現場看的時候 他在幹嘛 對然後貝斯都很浮誇 又LED什麼的 沒錯沒錯 好 OK OK Muse Christina Aguilera 可能 好 OK 感謝你 今天來跟我聊聊天 謝謝 希望下次可以再來 再來玩 寫歌 錄Podcast 吃東西 最重要的事情 對呀 感謝感謝 謝謝 下次再來玩 要玩天了 那是一小時 對啊 差不多 現在去黃島整代CD9有那個嗎 有CD Pro 不重要 像我跟Roger問音樂人都會問說還可以再帶一個plugin 會是帶什麼 然後大家會說但是花腦就沒有電腦啊 誰你啊 你看誰一個 但是說實在因為我一直用PC 然後我最近想 因為我打電動 Oh What you play games With Sean What I used to play with Sean 我們居然沒有聊到這個太衝突了 I know 我真的完全沒有想像 你也打low嗎 沒有不打low 之前他們叫我他跟姨子剛剛叫我打一個很像他是copy law的 是暴雪音吧 是暴雪集團 Blizzard出的5V5大塔 OK 之前就有玩了 可是這半年就基本上沒有在玩 沒時間嘛 那種的 對啊 Well Sean到底拿來的時間可以打電動 I know right 他不睡覺 How 反正我最近就想說我好像可以換去Mac 然後因為我寫歌都是寫歌贏 你就能不能跟他們一起閒電 謝謝 謝謝